ATTENTION 歡迎來到膠攝現場 Lasticphoto.hk 我們多日以來重複又重複 講述這部機的Rumours 終於在今天下午12點 沒有預警之下 就彈出來了 大家現在的心情是怎樣呢? 我除了外觀向之外 還是技術向 我看完之後發覺 我們一段影片是不可能講完 這部機的功能 因為我們都神預知 將很多硬件的規格 都向大家預測了 但想不到有很多內容的規格 到達我們的想像 是沒有想過這樣 一開始我們都猜到 有些軟件我們就有一點 它真的是一部Z6 Livel的機器 但是沒有想到 真的換了Z8的Processor Z8 Processor Z62的Sensor 雖然2400萬像素 今時今日聽下去來說 就不是特別高 但是2400萬像素 的配照式Simon's 夜景一定認得非常好 再加上今次有一個很獨特的賣點 我很想搶姜說 不讓你們兩個說 就是它有三個層次的黑白鋪 再加上今次的機身 是金屬機身 其實上次都是金屬的 不過輕一點 今次就聚首一點點 真的吸到Lyka客人 通常玩Lyka的客人 都是玩Nikkon飛臨機開始 即是玩飛臨機 買了Lyka的飛臨機 然後轉去玩Lyka的數碼機 但是其實 血裡面是流轉Lyka的 很多這樣的人 所以這部機 絕對是俘虜到這一班客人 而這一班客人 是極高消費力的一群 而這部機的價錢 對於他們來說 簡直就是小意思 我又說回這部機 我看到兩件事而已 外貌上 基本上跟CFC是一樣樣的 按鈕都好像是一模一樣的 擺位是體積有少許不同 夠墊就是一流 換上一個帶子 然後這部機器呢 出奇地 過分地 很適合用 拍照很足夠 不足夠CFC有時候會 但影片又平衡到 四十六頭架 是誰有足夠 即是很中間Level 完全滿足了 我想應該有 超過八成的人 九成的需求 在兩邊的平衡 加在一起的話 樣子又漂亮的話 基本上 可能穿一套西裝 這樣去拍照 又現代得來交道貨 又可以有一個很漂亮的服裝 我覺得 又是AF 重點 加毫說得對 用開MANU AM機 可以轉回這部 就有AF 又有速度感 漂亮 再說多一樣 就是 這部機 原底 即是看到外面四面楚歌 Sony又出了一部 A7C2 其實大家的定價都比較接近 但是 你現在看到一部實機出來了 當各個YouTuber上手 再看看SPEC 其實我覺得這次Sony 就不漂亮了 索尼大法 今次應該是輸的 這部機 無論外觀 實力 各方面 全方位 都是贏的 而最糟糕 剛才說了 吸到Lighter那班客人之餘 還可以殺到富士那班客人 你想想富士復古的市場 對樣子多於一切 而其實入坑後 經常都會想到FuFame 他們很多時候轉去Sony 但是很懷念復古的樣子 而今天你又有個選擇 再加上今次Lighter色畫 以及開始銷售黑白情懷 顏色 你看到整個廣告Campaign 是另一間公司 和上次ZFC 再進步了一層 更上一層樓 這次 剛才你講到外觀 那個Stack 有些東西是看上去的 有些東西是黃銅做的 雖然不是整部機黃銅 但是它有一個Dial是黃銅 這個我有一點點意見 因為路銅這件事都是 整班Lighter朋友都很追求 但是如果只是盤路 我覺得只差一點點 但是這次要讚 就是它的膝蓋 它的膝蓋 居然有個膝蓋洞 那我們終於可以 搭配一些漂亮的樓 樓下去了 我們要再進一些貨 如果不是 那些人在巴士高圖 再trade 不夠東西買 不夠膽進貨 因為不同牌子的樓 螺絲位都是不一樣的 如果不對的話 是很容易脫的 我們說說一些 spec的比例 因為以前我們 神與黑那些 都說了一大論的 即是連mico SD 卡 這件事都可以被我們說中了 即是覺得交接到很前面 我覺得這件事 即是收到這些封 香港都難收的 即是靠國內朋友 可以放到這些封給我們聽 不用東京有朋友 京東有朋友 說一些spec 我會覺得 DVReview 即是那兩位主角受了之後 他這班人 其實不是很懂得上機 即是當那個價錢 這樣擺在那裡 通常advantage就是綠色 disadvantage就是紅色 它的價錢 為什麼它不會是advantage呢 即是當它同期對手的時候 喂 現在這一部是將一部 比Z6V更好的Z6V 握在一個 懷舊英俊那裡 它仍然在買2000元定價 這件事怎麼會不是advantage 我真的幫Panazon 那一部S5V 真是幸運 他遲了出來 即是遲了幾個月 就被他做了銷售冠軍 我想下個月 沒有得他做的了 這部S5V 但那部S5V 其實它是知道來勢洶洶的 它的價錢 這個2000元美金 是不代表日本當地管道價錢 即是我們香港流通議 那邊認識一些朋友 買了S5V的話 它那個分量 是一包兩支鏡 prime man 其實當一部ZFC 就算它完全沒有防震 都這麼好買的時候 哪有想過它一隊 連對家都很plow 自己要連鏡才有八級防震 它自己現在stand alone 已經八級防震 這件事是很誇張的 其實這個已經是很誇張的 但是它拍片那裡更誇張 它拍到4K10bit N-Log 這個是內錄 不用External Recorder 都做到 那這部是一部Pro機 對呀 是很專業的 它的對手Sony A7C2 4K60加 10bit 一種有的 所以這都是基本專業 嘩 幾個月餅都收買到你了 大師 我吃了一個馬來給你 不要了 我這些沒有收 就可以暢所欲 七月八後 我沒有收你 我又可以說 即是這樣的 當大家都看到 這些Spec很有用 我又講到 好像講大了 將Z63 就放在一部Classic機 其實是有所犧牲的 我們上次被神語之說了 它是用這個UHS-II的SD卡 再加一張MicroSD 這個位置呢 我就會跟大家說 是很語懷 即是那個MicroSD 我都勤大家就不要插了 就算插的話 都是Back-up JPEG好 就免得拖起來 雖然 這個是Z8 Engine 但是呢 又要想一下 去到一個這麼高的Bit Ray 的SD卡 大家都要麻煩一張 更漂亮的SD卡 才能吃到這麼高的Bit Ray 大家不妨來 到Classic Bulldog SK 就買一張快的YC SD卡 因為市場上快的SD卡 其實不多 或是安全的牌子 廣告就買完了 我就要繼續幫這部ZF戶學了 今次看了不同的Youtube片 都有說到EVF是非常清楚的 還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是用手動鏡的時候 說到手動鏡 當然要說Archalab Lonica 35 1.4 這支鏡 比外國的頂流評級人員 都評為 Perfect Match of ZF 現在ZF 用手動鏡 是可以有一個更加特別的對焦方法 而且說EVF進步了不少 所以這次真的是一套非常值得玩的相機 放在操控上 很多時候大家都覺得 用一些Classic機 總是有所犧牲的 尤其是掣的擺位 未必順手 這件事 真的追回對價 Canon 跟Kolyn都試過 好像在外用R8 Kolyn說這麼少掣 怎麼用 我一開Touch screen 都已經說了 Touch screen比Sony好多 然後其實這次 幾個Youtuber都還沒說 因為他們都是工程機 Nikon已經打開後排了 就說明操控上的Touch screen 就有四大新的方向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唯有Review 人家的Review 暫時都沒有人自拍得到 但是那四個功能 都說明是幫助 大家用手動鏡 有更加大的幫助 今次還有很多正顏色 給大家選擇 我個人覺得綠色和藍色 都挺高級的 至於那些啡色、紅色 黃色就見仁見智 我記得我們的 友台、Nikon隊員 很喜歡藍色的 他這次應該也很麻煩 要轉色 但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整部機身最大的擺筆 就真的在那個 不多不少的擺盤上 其實我覺得 真的沒有了它 會更加理想 既然都加了擺盤 為什麼不仿效F3 致敬自己 加一條紅線上去呢? 現在這樣就有少少奇怪 因為擺盤位置 始終是流線迎接 但是整部機是輪郭分明的 在設計語言上 我個人就不太喜歡 不過 都能夠接受到 可能戴上皮套 就會變成帥 不夠帥的方面 我覺得這張照片 也有些問題 它這支鏡放上去 總是覺得 又壞了又不壞了 設計方面 總是差一點 這支已經好看 那支28mm很多 但是 最大問題 就是 它的銀圈上 沒有了幾個 有顏色黑度的景深尺 而最最最大的敗筆 就是 那塊玻璃前肉 比較小 那 直徑這麼大 而頭塊玻璃這麼小 看上去就不太好看 但是我們要付回 Credit 這次已經好看過28mm很多 因為28mm 是再小一點 那去到最後 大家買不買呢 都是講一下價錢 2000元美金 當然了 還有些KID鏡價 上去美國BX 便宜一點 1996 只是Body 然後40mm鏡鏡 就2200元多些 然後這支2470就很低 都不算了 不是很差 但是我找到一個小小的位置 即是香港的官網 Z62出街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是14900 難道這部機 如果一致價錢 都可以用到這麼低 便宜於美金 形勢大逆轉 至於買不買這部機 就真的 今年實在太多厲害的機 坦白說 只是Z8 都已經奉獻了不少 對嗎 接著 GFX那部又真的很吸引 然後 別說Sony那部 其實輸 但其實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基本上 今年部機 不說Canon 就真的很吸引 你想想 連Panasonic也有一部S52跑出 變成大家的荷包 就真的 已經不停地被人打劫 還有多少剩 好像一場疫症之後 大洗牌 很多新的選擇 其實我們又說回原頭 很多新的選擇 亦都令到你選擇一些舊的東西 有很多人 假設出了新的富士 因為 那些20或低級 我又不需要這麼高 價錢又下了 所以 今年應該是花錢的年代 甚至乎 大家都有買的 這兩條有買的 iPhone 以後花了些錢 其實真的是 大洗牌和大洗錢的一年 我的感覺就是 完全OK的 但如果純拍照的話 我硬是都會差一點 或是覺得像素差一點 但如果買Outlook 這部真的殺了 完全行 我自己就覺得 純拍照就絕對夠了 因為一部復古相機 其實2400萬像素 是足夠有餘的 要知道 菲林 其實真的1600度 已經是見了Grain 沒有Details 所以2400 你才有那種菲林的質感 再加一點 那些人造的Noise 不同的調教出來的黑白 那種感覺 這次Nikon 就真的懂得玩這些 完全抓到富士 當初的神髓 那可不可以好像一部X18 有得炒呢 就大家拭目以待 說兩件事 搶姜說回你的黑白 這是我認識了很多黑白 數碼攝影 Nikon 是其中一部 改Filter 顏色 將它的深淺會調轉的 數碼相機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 所以它扔它的粒子出來 我覺得它挺喜歡的 是呀 即是一些 Low Conscious 的相片 變得更加有菲林味 Joey很想說 我幫你一路 一路 我純粹想透露一下 我的動作 謝謝你 訂閱 即是說 我已經訂閱 可以了 就管理著 期望 就讓大家知道 如果你很衝動 就馬上衝到 Nikon 官方位置 說我要買機 給你多少錢 香港人預計 最快可以得到 這部機的時間 香港應該不會快 比美國 而美國就告訴你 10月31日 派貨 香港又有幾快 配給得到 大家又想想 終於我們 聽了這麼多集 訊息之後 就真正是官方 公佈了這部機 去到最後 買不買 就真的自己想 我們這裡 就給不到投資建議 大家 這件事 我們就利益申報 我們都會 投入的了 那 預計呢 預計 Nikon 的玩法 就先出黑色 就露一露銅 之後呢 就會搞這個 Titanium 銀色 繼續打劫大家 這就是個劇本 我們又繼續 和大家 預測線機 天機不可線路 可能我會買Titanium 我等著京東的建議 我們不可以 走這裡 再次活動 如今 就是 他們 去 我們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